大家好我是優哥 這一集呢我們來介紹一下我納克羅斯的一些奧義啊 還有一些出裝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我的奧義啊 然後因為我的奧義沒有買滿還差兩個 一個是差綠色一個差紫色的 還差兩個所以 這個屬性看起來會砸了一點點 不過等我買齊之後就會比較乾淨又明了啦 然後首先呢我們來介紹一下我的紅色奧義放了什麼東西喔 我紅色奧義放了這個暴走 暴走 暴走呢他是增加了暴擊率啊還有暴擊效果 我比較喜歡說暴擊效果出來比較誇張一點點啊 所以我會篩了這個暴走 除了暴走之外紅色還有塞這個暴怒 暴怒呢就是純的暴擊率啦1.6% 暴走跟暴怒基本上我是各放5個各塞5個 也就是說 平均一點 反正都是暴擊率嘛 只是說暴擊率沒有那麼高但是我會用 我紫色去補一點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因為我的紫色放了這個王座 王座呢他是增加了暴擊率0.5%之外呢他又增加了最大生命值 當為什麼要塞一下塞這個最大生命值喔因為 在我們納克羅斯可能前期你需要反野或者是 可能對方來反野 所以前期可能 需要提高一點點自己的基本血量所以 我會選擇塞這個王座 目前我是塞了3個王座啦 所以 王座基本上可以塞3個4個5個都可以看你 然後剩下的話就是塞這個奪萃 奪萃他是增加了物理吸血嘛 物理吸血的話在可能 出裝的時候會用到 等一下我的出裝會提到 沒關係 然後再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的話我是塞這個龍爪 10個我都會塞這個龍爪 龍爪他是增加了物理攻擊還有物理穿透 所以塞10個物理穿透就是64 是非常誇張 一等你就64 然後來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納克羅斯的出裝 出裝嘛 首先打野刀我會選擇紅色這個 因為他是 改版之後他變了便宜之外呢 他又增加這個物理吸血10% 如果你剛剛 紫色的話全拆物理吸血的話就是16%嘛 16%加這個10% 你就26%咧 連砂彈都不用出 但是我還是會選擇 出來因為 我的我會選擇出砂彈是因為 在於吸血的時候真的 效果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好第2件裝備也會塞這個鞋子嘛 我覺得 鞋子我覺得都是看個人啦 鞋子其實 真的要看個人 有人會覺得說我塞物防鞋比較好 有些人說法防鞋 有些人甚至說遊蕩者比較好 我覺得看個人 接下來第3件 第3件我要說明一下 為什麼我塞撒蛋之風 因為撒蛋之風他 便宜又好用 因為他增加又增加100點的物理攻擊 所以他是便宜又好用 我基本上 一個 逆風或者是石瓶 我都會出這個 撒蛋之風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 超級大順風 我已經領先對面 一兩千的經濟 可能前期我就殺了好幾個人頭 那麼我會把撒蛋之風 換成全能武器 因為全能武器 我要的是他的 被動 他的被動是 使用技能 每次使用技能之後 他會有增加這個 高額的物理傷害 所以說又多了一個技能 然後冷卻效果又很短 3秒而已 然後配合呢 我們的一技二技 確認武器 真的相當的讚 但是他真的 經濟要非常的多 比撒蛋之風多個 一千一一千二左右 所以要考慮一下囉 然後我的納克羅斯 第4件 就是走一個暴擊路線 基本上射手都要走一個暴擊路線 傷害真的 比這個沒有暴擊來的高喔 然後第5件 我是出一個天叢雲 為什麼會出這個天叢雲啊 因為我們的 天叢雲啊 我要的也是他的被動 因為 在第5件裝備的時候 真的也是蠻後期的 也不能說蠻後期的 但12 13分鐘左右的時候 真的就是需要一個天叢雲來 增加自己的免疫傷害啊 或者是 可能輸出 然後第6件才 選擇這個雙刀 增加一點 自己的攻速 然後暴擊力這樣子 然後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啦 然後為什麼 呃 為什麼會說這個全能武器 因為 假如說你指出全能武器加這個你也才20% 所以一定要配一些奧義再去撐 撐一下自己的吸血量 假如說剛剛吸血好物理吸血我可能帶只帶5個 個 物理吸血奧義 1.6%乘以5嘛 那大概 大概9.5左右 大概10%也是10% 所以你這個 你可能出呆野刀 10%加上全能武器10%就20%加上自己可能 奧義吸血又10%可能就30%囉 所以 你如果沒有出物理那個 物理吸血奧義的話 全能武器的 你再出一個全能武器會比較 吸血量會比較不夠 然後這就是我的一些奧義啊還有一些出裝 呃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點個訂閱並且分享囉 我是優哥我們下次見 也會不夠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好 Modern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